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正香煮》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0年10月2日星期三的夏恩时间 今节继续有我许刘山 还有马来西亚的奇乐李慧近 22世纪救人网路大马sir 马来近 各位网友好 澳洲红者饼真bc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才是珍迪好 记住啦 拉我们这段影片 楼下言最重要是订阅网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正向曬冷气三个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记住啦 如果真的喜欢赛马活动的网友 可以去浪费听一下网友齐齐发 这个快活局夜马的社长的精心挑选 究竟有什么要说 当听一下 笑一下 开心一下 都是好事 希望大家可以齐齐发 这人不方不发 发现到你 我们今天说的几条控罪 究竟详细的情况是什么 我们跟大家更新一下 今天早上我们盲向编辑部 有一节就讲这个叫做针带方仲言 早上早的时候 阿sir就上门把他拘捕了 好了 大家都知道了 警方方面非常之快捷 知道了 定众说纷纹 又说什么打压 又说这样那样 又说什么白色恐怖 警方非常之快就召开这个记者会 把这个白色什么布也好 我不知道你们遮丑布还是什么布也好 一手挥开 别说那么多 拨开云霧就见清了 就说什么事呢 原来就是去年的8月6号 说他就在这个深水埗鸭尿街买了10支 这个原来是高频率的链射笔 那我们今早前的节目都讲过了 就是有些链射笔那个威力 可以大到可以连A4字都射穿了 不是射穿路 射穿A4字 不用45度角都可以是要直直的 有一个接触点就可以了 旗口就被这个幽班竟然折叉的时候 想走 当然了 事败也都解释不到 为什么有这么多支链射笔 也有类似说自己是观星 今天早前看到公布说他那几项罪名里面 咦 这么奇怪 什么妨碍司法公正 我就想有什么情况下会妨碍呢 因为捉拘捕他那段时间 到了他疑似插水 这样的时候 他好像都好像不太觉到 他有什么地方可以妨碍司法公正 叫做抗拒在正当执行职务的人员 其实我觉得司法公正最离奇了 今天终于阿sir开记者招待会的时候 终于解释发生什么事了 不过也要说一下 恭喜他 圣诞前有个小小的圣诞礼物送给他 就是12月8号 就会上这个西九裁判处提堂 刚才说过10支高频率的雷射笔 那个就是涉验在公众地方管有攻击性武器 也说了 另外防外司法公正有什么事了 原来就说了 当时拘捕他的情况相当混乱 又说 搞错了 拘捕他 欺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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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欺 很多人就指着阿sir在那里骂等等 跟着当阿sir拘捕他的时候 刚才我们节目也说过了 就说立刻插水 哎呀哎呀哎呀 我呼吸不了 然后警方都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的 都要马上就要安排一些治疗 救护 救护 救护来去帮帮忙 当然阿sir可能都搞不定的嘛 要应付现场环境 你又不舒服的 就是要叫救护车来啦 也都跟他当时说过 你要交出你的手机就要做这个叫做证物的 要求他马上停止使用手机 可能他一路跟他说一路想捉他的时候 按手机不知按什么 哦 终于水落射出了 当时他这人接受治疗的时候 阿sir在他接受医务检查之后 才拿到手机 然后发觉咦 喂 手机原来被人 reset 了 哦 就说他把电话里面的记录全部关掉 就是他 也都重设 再查回去 是什么时候把手机 大家都知道手机有个位置叫做 恢复原厂设置 原厂设置 是的 他就将它引刀成一块 我敢啊 回想啊 还是什么呢 就全部删掉了 不知道他里面究竟是什么 不知道收起什么 不方便给阿sir看到 邵家俊那些也好啊 可能跟邵家俊加俊加俊 何俊仁 何俊仁 有没有一个group呢 在谈些什么呢 这个就不得而知了 又或者他很喜欢拍些Q的照片 为什么不想被人看到他这么Q呢 是吧 又或者 我们回到我们讲笑歸讲笑 会不会有个重点就是 哦 原来他有去和同学说 今天来买雷射筆 究竟用来做什么呢 是 毁灭证据 有这个嫌疑 就是简单 是 捕手机里面有一些去想 不想被公开 或者不想被人看到的 知道的 不想被人知道 不可告人的秘密 究竟是什么呢 不可以放在冰箱里 就是秘密 不能说的秘密 那究竟是什么事呢 啊 这么大件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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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涉嫌妨碍 司法公正的罪名 是的 都要禁的 那究竟是什么这么紧要呢 还有 不可以曝光 不可以被这些曝光 所以一定要删掉 各位网友呢 可以一起 来讲一下这一宗案件 究竟你猜在里面是什么都好啊 或者是否跟什么黄之锋啊 或者跟什么学生会谈那些什么 又要怕被人公开 还是怎么样呢 这个就不得而知了 那你继续讲一下吧 嗯 那警方就说 本来他们没有那么多项罪名的 那你现在呢 就自己 捆了一项呢 叫做妨碍司法公正啦 叫做抗拒正当 執行警务人员的事件啦 这样的罪名啦 那你现在呢 本来可能一样而已 你现在变成三样啊 是吧 那些是自己拿来的 你乖乖地呢 阿sir问你 你收拾什么 还是怎么样 你转着我背脊 或者不是 那时候不是背脊 不是放在背囊 好像是这个胶袋 还是怎么样的 那我们先说一下那些链蛇笔 那些链蛇笔 那些链蛇笔而已 照下眼而已 不行啊 那警方也有说 他那一批链蛇笔 原来是什么了的 原来他那批链蛇笔 经过这个检验之后 是属于叫第四 对了 没错了 高频率高到第几 是属于第四级的链蛇产品 可以用作这个军事 和这个工业用途的 所以为什么 厉害啊 军事行动 军事行动 那当然啦 他们当了自己是军事一样的 是吧 那为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 他们不断拿这些链蛇笔 照过阿sir那边 还是怎么样的 你没有跟我说 我当电筒那样用 看得清楚一点不行的 当时我看到 记得那些阿sir 那时候都很惨 他们还要在那个头盔前面 不知道贴一张 银色的贴纸去顶住自己 还是怎么样的 但是很老实 到时你万一有什么事的 就是你要把头盔拆下来 可能你抹个面也好 抹个眼也好 抹个眼也好 还是怎么样 如果那个时候被他们照到 你说多麻烦 多大事 就是有一个伤害性 那继续 警方也都说了 喂 你这些是猛烦 你不能假扮 我官星而已 不行 根据国际电工委员会的标准 这批是叫做第四级 如果有不法分子 用这些来攻击人 是相当严重的 为什么说 哇 你们要买十支 十支齐发会怎么样 被他照射那个会受到一定程度的伤害 相信 哇 这件事真是夸张 那警方去那个记者招待会那里 有一句我听到都觉得挺心臭的 很多人就以为自己是踢保 可以没事 好像很威力 还是怎么样 不是的 警方 其实都重新再重新重新了很多次 我们都说过很多次了 说呢 调查呢 就不会因为被捕人拒绝保释 就会停的 当警方有足够的证据的时候呢 就会将这个疑犯呢 就重新拘捕 而且是大上法庭 只不过现在呢 是刚好在这个叫做港区国安法 成立了之后 立法了之后 才有这个事情发生的 是吧 那现在这个人呢 就保释出来了 还有当时今天呢 我们今早就说 没有人来声援他 好像很弱雞 学生会成员 编委呢 也都去了警署外面声援的 我自己觉得很心臭 其实浸大呢 那我跟他们有点点渊源的 都觉得其实这个地方 坐在当时的学生呢 都相当好 很多都很努力 校园气氛都相当好 也都恨着这个又一城呢 过去呢 逛街吃东西啊 流冰啊 都相当不错嘛 是吧 嗯 那现在呢 那现在呢 又在那儿玩东西啊 这些学生呢 又继续啦 现在就 保释出来了 没有说要 拘留他 还是怎样的 就是一万元 就现金保释外出 就在那儿出来说啦 又说那句啦 什么白色恐怖啊 政权全方位打压啊 又说 政府为什么要抓我啊 是怕啊 香港人说出真相啊 怕香港人呢 指出这个警暴啊 指出他们的公义啊 那你这么公义啊 那你又有什么这么害怕呢 那你现在 如果真的这么不公义的话呢 我觉得不会给你一万元暴息出来啦 那继续说 香港啊 和这个秘密警署一样啊 好像突然间早上上门拘捕我 那些赤裸裸的国家机器啊 在进行这个国家暴力 在这个市民身上 那是谁暴力一些呢 你自己都解释不了 你那些雷石筆买出来做什么啊 如果你没有 就是 你觉得是完全正确的 就是观星啊 你需要拆掉那些记录呢 嗯 那你就show给警察看咯 是啊 我和你whatsapp夹过的 那我们呢 你观星呢 需要买多少支雷石筆 大概呢 多少钱 预算多少的 特意来鸭尿街呢 是来买便宜货的 对你好有利的嘛 那些证据 嗯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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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破瞒 原来观星呢 是什么时候 我曾经呢 都在搞这个教育的时候呢 我都试过呢 打算给那些学生去观星的 但我就不是买雷石筆 我打算买个天文望远镜 还是怎样的 都贵的 都贵的 但是那些麻烦在呢 就是在那个 怎么说呢 因为香港的光污染很紧要 哦 所以有个问题 所以搞到最后都是取消的 我以前都有 再在其他欧洲的国家呢 都试过有个亲戚呢 搞这些叫做观星的那些型的 可以拆开一点点说一下 那我也有去帮忙 但是他要半夜三更 不知道好像成12点 就算欧洲国家 很多的 我经常去的以前 哎 没错了 那么那么冷的天气呢 为什么你说 你都跟着爬上去呢 当然呢 有额外的收入啦 去到 因为他住在一条村 好像一个度假村那些 那样的 可能跟你说了 一夜晚12点了 几多点呢 打后呢 上山呢 就特别多星体的 但是走上山那段路呢 基本上都要走整 接近九个字的 那你走上去 哇 然后上山顶 就是漫天的星星 就会很漂亮的 还有他有一个呢 好像那些天文台那些 那些旧东西那样呢 你就进去 就有一辆超巨大的 望远镜 望远镜 是的 很厉害的天文望远镜 很大很大一辆那些 整个迫激派那些 那些什么 超级坦克车的 坦克车的炮那么大的 是的 那在那里看 那轮带就看到 刚才真bc说出的重点 因为那个天文台 要打开个洞的嘛 那很冷 冷到那只狗 我就要负责是怎么样 我会有一部 热巧克力机 那就每一杯 可能就买两个欧元 那大家呢 是客气云来的 那我自己大同 已经准备了一些 朱古力粉了 还是怎么样 但是其实呢 那亲戚呢 就不知道我呢 原来在那里面 设定我家餐 只设定我两元 好了 是的 每个都冷 在那里的声音 冻着的时候呢 就在那里看 买你那个 热巧克力 其实你只不过 用朱古力粉 开一包给他 然后上面 放两粒棉花糖 热水 是吧 热水 棉花糖 加那些朱古力粉 那就搞定了 哇 这个压外收 为什么这么神心 这个死仔 哇 每晚都赚到笑 那时候 那好了 我们说 老老实实 都是老实 我没骗你的 2元欧罗底 上到半山 大家去过欧洲住 尤其是去北欧 那些真的 那个价格 是很不对 对不起那些东西的质量 说实话 我都觉得有点过分 沟水也沟了多少 哇 那么淡的 都好喝 好了 说回这个 这个茂里 那些先 有些人留言 说我们说那么多 这些干什么 回正题 那有时说一些特别的东西 大家开心一下 做新闻的 介绍周边的东西 和奇闻的 是吧 我们不是新闻报道的 是啊 如果 有时候 我都要多说两句 有些人说 整天不入正题 喂 我们 做周 介绍周边知识的 你有没有教过书的 是啊 sorry 我忘了说 我当时有带雷射笔去 雷射笔 当然了 我怎么会白给你用 是 向我租借雷射笔 因为我要电的 我要电的 多少钱的 很快的 电文 原来你夜晚真的可以 不是观星用的 你可以观星 你可以照告诉别人 但其实呢 你如果拿着那些雷射笔 你着了 你就拿去照人 可能我们 扮一个五星战队 一起站在那里 你的雷射笔 就向左 我就向右 你就向上 然后我45度 大家交绩出来 就会拍照之后 就会见到 你们身上会发光 即有个雷射光 那条线 在你身上 好像射上半空 就很漂亮了 那你想租雷射笔 那可能 五个欧罗 就有五支 那你们玩完 数量有 哇 没错 没错 但没那么粗 那些雷射笔的光线 很幼的 那你拍完一张图片 那就很漂亮了 可能你插在地上 插两支 插三支 然后你左右不同角度 交绩出来都挺漂亮的 那你可以 这些雷射笔 我们就不会用到那么高强度的 要去到第四级那些 一来就颇为贵 二来也是相对会危险的 而且会很食电的 那通常呢 你买些可能 约他一倍 一半左右 那你已经可以了 那接着呢 我们说这些人 又说 自己呀 单身家庭长大呀 我现在站出来 都是参与射云 为了不公义发声呀 不过呢 一直呢 同一时间呢 都不希望家人受到牵连的 又说 有恶人先告状哦 警察呀 在妻儿被人起底的时候 经常都说禍不及妻儿的 但是事实上 不是用同一种手法来对待他 说警方拘捕他的时候 就滋扰到他的家人和邻居 希望警察将心比心 不要再骚扰到他家人和邻居了 人家有没有起你邻居底呀 有没有写些辱骂的说话 去控告你邻居 有没有拍醒你家人 有没有骚扰字在你邻居里 没有的嘛 是啊 如果警察上本来拘捕你 其实大家很多时候都见到 那是拍门的 那是拍门的 各各咯 不是蹦蹦蹦 是拍过铁闸 还是怎样的 不是这样的嘛 现在你不能这样说 那要怎样上来呢 是吧 白人大轿 白人大轿推些打些 我会为他腐劃者 没有心痛 因为他说单亲 你是不是应该更加好好照顾你 是的 搞这么多东西 你知道你没有良心的 不是说事的 弟弟 是很惨的 你说什么 要吓死他 那不就怎么样 你不做这些事情就没事了 没错 你自己不是没事了 你自己 你肯定要做这些事情 有什么打压 你自己拿来的 是吧 那你说 吓死你这些邻居 我不知道 暂时没见到这些邻居投诉 是吧 当然了 你極权什么 当然不敢投诉 他们不敢说 那不太夸张 这些是纯粹你们自己的猜测 说出来的事 那 那 那来着呢 就上庭了 你禁什么政权 什么 吓死你们的家人 还是怎么样 你想想想 这样上来 拘捕你的时候 都说吓死你的邻居 吓死你的家人 你想想你们的黑暴 喂 扔玻璃 扔爆人家 宿舍的玻璃 人家在睡觉 那警察有没有扔爆你家的玻璃 然后这样冲进来 找飞虎队 砰 好像一个钟那些 一绿铁柱 砰 整个铁柱 整个铁柱撞开你 然后跟你 反锁你 然后又 又把你压在地上 然后把你家的东西都踢了 有没有这样 吓死你慢慢哭 又没有 没有 那来拘捕你这三条罪 又不是什么 又是屈你什么 是不是 你之前的事 就是你不要说那么夸张 就是你想想你们自己在人家警察宿舍做了些什么 是吧 那好了 我们今次不如暂时在这里先 我们来到8号再看上庭有什么辩驳 这么正气凝然的 你和官说 不要对着媒体在那里说 在那里扮正气凝然 好吗 今次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